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想回答一位网友的一个提问 这位网友留言说 他说有时候会听到 说新老歌手的唱腔会有区别 有年代特色 说能不能让我说一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存在的 确实是有的那么一个问题 挺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大概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跟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发展 它的历史 在历史中 社会上对流行音乐的一种认识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 在我们听到的歌手中 你比如说像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或甚至是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歌手 他们的演唱的这种唱腔 或者他们的这种唱法 相对来说是我们今天听起来 感觉好像有一点就比较老 我们所谓的这种相对的老 或者是比较成就 而今天的这种唱法呢 我们可能听起来相对比较时髦 或者是比较时尚啊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当来都是相对的 但是呢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对于流行唱法的一种理解 以及声音的运用上的一种概念的一些问题 嗯 其实我我的感觉啊 我对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中国流行唱法有一个分水岭 其实就是当RNB出现以后 唱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么RNB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当然出现应该也比较早了 但是呢在社会上 或者在我们的华语乐坛造成比较主流的广泛的影响 应该是在99年2000年啊 这个期间啊 是以陶哲周杰伦出现啊 然后呢把这个RNB的风潮带向了主流 成为了一个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分水岭 就是之前的歌手啊 比如说像当年的像什么主流歌手 像毛阿敏啊 韦为啊 这些歌手 你看啊 他们的不管是男歌手也好 还是女歌手也好 就在八九十年代啊 唱歌大部分人都是以真声为主 在声音的运用上 就是那种增加转音 以及是那种混合声 混声的那种大量的运用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你从哪里来 爱我的朋友 你好像一只木蝶飞进我的窗壳 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跟之前 我们中国对音乐的唱歌唱这种认识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啊大家知道就是流行唱法这种演唱的方式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的 那么那个时代呢只有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所以说呢在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而且呢在之前经历的那个时代啊 很多的歌唱啊音乐都是以一种高强 亮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高强亮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啊恒良歌唱啊恒良音乐的一个标准吧 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观点 一个态度 那么流行唱法里面的那种所谓的 假声啊 或者是混声啊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到那种弱混声 相对来说呢就是声音的音量就比较小 而且呢声带的这种 呃他的这种运用啊 相对来就不是那么的强 啊所以说呢就是对 如果你用传统的啊 或者美声的民族的这种 演唱的这种声乐的标准来看 啊流行的那种啊 增加转音或者是混声 就显得呢这种声音 从声美上来看 他就不是那么符合那样的一个标准 啊所以说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我我我举个例子 就在当年在86年啊 那个时代通俗歌曲啊 通俗唱法刚刚在国内啊 有兴起的时候 有很多歌手去参加歌唱比赛啊 很有名的啊 现在我们感觉很有名的歌手 参加歌唱比赛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你比如像当年什么田正啊 你像什么王迪 好像这后来这些歌手 都是嗓子非常有个性的一些歌手啊 声音的辨识度极高的一些歌手 他们反而在进入 在出赛中 好像就被淘汰了啊 所以说可见就他们的那种音色啊 以及包括他们的那时候那种唱法 可能不太受啊 当时这个时代的一些主流的认同啊 我觉得这个是跟观念有关系的 那么到了R&B出现以后 大家知道R&B是黑人创造的一种音乐 其实在黑人音乐里面 我经常讲啊 黑人唱歌是曲线型的 它的这个旋律的这个走向啊 是曲线型的 它可能会一下子从这个音区啊 一下子可能会飙到很高的一个音区 增甲声来回转换的那种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所以说在高音区的时候 肯定就是说 大家如果从增甲走向高那个甲声 走向一个比较高的音区的时候 往往就会从增甲转向甲声 或者用混声 所以这种增甲混的 这种结合的声音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感觉从陶哲开始吧 因为陶哲确实是在我们华语歌手里面 就把增甲混这三种声音 用的比较比较好的一个歌手 而且呢是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标志性的歌手 因为陶哲就是从小 他是在那个美国啊 上的学嘛 他接受的是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音乐的熏陶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唱法呢 就是受到黑人的印象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有了一个转变 然后当R&B风行之后 不管是男歌手也好 还是女歌手也好 大家在歌唱中用这种 就是真声跟假声转换 或者是真假声三种声音的结合 或者是真假音来回转换的这种唱法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这位网友提出来的 说唱腔上的一种就是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从整体上来看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其实就是早年的 相对年纪大的老的那批歌手 他们在声音的运用上 还是声音就是真声较多 声音的要是是以那种比较结实的 比较厚实的 比较相对 所以音色比较亮 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 随着RMB的风行 后来音色上也不仅仅是以亮为标准了 就是哑的杀的各种音色 只要你有特点有个性都可以被认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 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华语歌坛 或者是我们华语听众 对流行音乐的一种认识的一种加深 第二个呢 也说明就是我们对流行音乐 对歌唱的这种审美 对歌唱中声乐的审美 范围的一种扩大 很多人认为以往的那种声音 就是以以往的标准来看 那种假神吁吁的 那种声音是不能用的 你用这种歌 这种声音唱歌 好像老师会说你 你看你这声弹都没有用上 但是呢 后来这样的歌手越来越多 如果你挨了那种标准来讲的话 那王菲的声音 那基本上就属于是 就很多人就是觉得 那种声音肯定就是不 不符合当时的那种主流观点的 你虚虚的弱弱的 声带也没有力量 但是呢 人家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讲的话 那你看好多歌手都是这样的 你比如像台湾的顺子 你看他的声音也都是 就是虚虚的 都是那个浑身 为居多的 按照这个来判断的话 那周杰伦的声音 那也是 周杰伦的声音也是高音 你看特别挤 就是说从很多传统的观念上来讲 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演唱的方式 好像似乎是不太符合当时的审美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的 一种认识上的一个 不同时代的一个标准 这也就说明当时 为什么周杰伦刚刚出现的时候 会有那么多人的批判 其实我记得好像是2000年2001年 周杰伦刚刚走红的时候 大家不仅是从演唱上批判 说他咬字咬不清 大家听不清楚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对于周杰伦的音乐上 一些和声的运用 就是说不符合和声的标准 当然了你用原来欧洲的那一套 古典音乐的和声体系 去评价周杰伦的和声 进行在音乐里面的和声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周杰伦当时的音乐里面 用了很多 其实很多东西是受美国影响的 受爵士和声的那些影响 但是古典音乐的那种传统和声 跟美国的爵士和声体系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说你用欧洲古典音乐的 音乐体系的标准 来看美国爵士乐 带有爵士乐的音乐的那种理论 那肯定就是会出现误差 为什么大家现在明白了 越来越多的接受了 因为大家现在就是随着信息的这种 传播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全球化 大家不仅对欧洲古典音乐有认识 对美国的流行音乐认识也越来越多了 对爵士乐也接受越来越多了 对流行的那个和声 大家也接触到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周杰伦 而且周杰伦又在市场上流传了那么多年 那他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个被大家广化 接受的东西 那么周杰伦成了一个大流行 那么后来很多人去模仿去学 都被大家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时代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他就需要有在不同的时代 需要有一个两个或一批人 去对一种新的观念 新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去进行传播 当这种新的市场出现的时候 刚刚开始大家可能不接受 到慢慢的认同 到成为广泛传播的主流 这就是一代一代 它是有过程的 或许过了20年以后 我们今天的某些唱法 我们可能还会被 有一些新的东西所替代 大家可能会听 现在这种东西怎么那么老 那么旧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其实在歌手里面 我觉得你看80年代的那些歌手 80年代或者90年代走红的歌手 到现在 你看有很多歌手 就被市场给淘汰了 因为他们的唱法 真的就是不适合现在的一些 所谓的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 但是有一个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那音 那音一直你看 从好像80年代出道 一直到现在 依然还活跃在主流 这那么长时间了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它的唱法 唱腔一直是在变的 它随着时代的变化 它的唱腔一直在发生转变 我们可以去听 那音80年代的 那个时候的一些歌曲 到90年代的一些歌曲 你听那个时候 唱法其实还是比较 声音比较实 比较传统的 但是我们后来 当大音跟台湾合作以后 包括后来出现的 比如像什么 征服 之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音乐 它的唱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就是一个歌手 其实还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 要进步 你不能固守在一个唱法里面 当然了 我们说是很容易 你要进步 要突破 但是有时候 当你一个人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点 一个风格之后 要突破 其实是很难的 好 那么这个就说到的是 就是人声 声音上 演唱上的一个音色 那么另外 讲到这个时代的不同 我再提一下 就是 其实在乐器音色上的变化 其实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 当这个 mini出现以后 大家很多都采用那种 采样音色 我们一听 比如像八十年代的那种disco 那个时代的那个音色 或者那个时代 运用的那种电子音色 我们今天一听 就感觉 那个是那个时代 因为电子音乐的发展 它就更明显 在八十年代出来的那个音色 包括合成器 那时候弹出来的音色 跟今天我们新买的合成器 在弹出来的音色 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在不同时代 它出来了一些新的音色 所以说 当我们听到 那个时代的歌曲的时候 它可能前奏一想起来 我们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噢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就跟我前两天看到 那个《深深不息》 好像里面唱了一首 那个半点心吧 好像曹猛的那首歌 就是前面 我看他 前面特意加了一段 那个前奏 好像是 就那个音色 我一听 噢 那个音色 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 就是八九十年代 那个音色 然后后面马上转到了 哎 现代的那样的一个音色中 就是这个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呢 这个音色的区别 最大的是 我就说是电子音色 所以说我就觉得五曲 八十年代的五曲跟今天一比 其实截然不同 但是另外一个 如果换成原声音色的话 相对来说 这个区别还少一些 所谓原声音色什么呢 比如像吉他呀 原声吉他 木吉他 比如像钢琴啊 你像管乐啊 萨克斯啊 小号啊 就等等那些 就是不插电就能想的那种音色 叫原声音色 要需要电来 插电来发声 发出声响的 那个叫电声 电声乐器嘛 就原声乐器 它的音色 你看 吉他也好 木吉他也好 还是钢琴也好 几十年前跟现在的音色 基本上很多 大部分还是 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变化不大 所以说呢 它唯独的区别 可能就是在 录音品质上的一个区别 可能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 录音技术还没有 现在那么高 没有现在的那个数字化的 那个高清的那种 就是录音 细节可能没有那么 现在那么多 但是呢 从音色的 这个音响上来听 它的音色 基本的框架 还是 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从八十年代 到现在 由于录音技术的革新 即便是你同样的乐器 你同一把琴 你如果说八十年代录下来 到今天录下来可能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录音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就是我们今天录下来 就是用那个高清的这个话筒 电容话筒录下来以后 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呢 当年的模拟录音 你看就那种大开盘的那个模拟录音 录在胶带上的那种模拟录音 它的细节是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说 你看 细节多跟细节少 那你听到的那个东西肯定就不一样 所以说 跟那个时代 混音其实 混音方式也不一样了 在那个时代 对歌手也好 或者对乐器也好 往往会加很大的混响 我们今天的音乐 我们听到 其实很多歌曲 没有那么多的混响 尤其是一些RMB歌手 我记得当年那个方大同 做的一张专辑 好像是混响 几乎是接近于甘生的那种 其实混响越少 其实唱歌的话 其实是对歌手的考验越大 因为你混响少了 你的细节 就是展现出来的就越清晰 混响其实是骗人的 混响是把我们的声音装饰的好听 它是可以把很多细节给模糊掉 但记住 所以说我们去KTV唱歌的时候 开很大混响 自己很过瘾 自己跑掉了 有时候也没听出来 因为它混响给你掩盖掉了 但是实际上 混响我说 混响是骗人的 混响是让听众的耳朵 把一些瑕疵给掩盖掉 当然它可以美化我们的声音 让声音变得好听 让一些瑕疵被遮盖 所以说今天随着音乐的发展 你看这个混响的东西 在混音中 大家对混响的认同 看法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也不会说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 那种大混响 现在虽然很多歌曲也会将混响 但是可能好像不像当年那么听起来 感觉好像一个很空旷的那样的一种 混响的状态 所以这个音色从这方面来讲 即便是原声的乐器录下来 在听觉上也还是有不同的 所以说你看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就从几十年前到今天 就这几十年的发展 由于科技上的发展 由于电子音色上的发展 总之就是科技促成的 就是使流行音乐 从音色上 从音响上 给我们带来的听觉的变化 其实是非常大的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唱法的变化 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主流吧 我觉得这个呢 今天就跟大家大概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